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引发全网的关注 那首先这台车它在尺寸和级别定位方面和之前的琴L点脉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都是通过车身尺寸的细微增长来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级别的细分市场当中 这台车和大众的涂光L一样都是入门级的中型SUV的尺寸级别 那同时它在外观设计方面也是延续了比亚迪王朝网的家族化设计语言 前脸很明显的龙岩设计美学 在中间这个部分如果从车头正面看上去 真的有点像之前纯电版本的宋L长高了的感觉 只不过因为机舱内部还是有内燃机的存在 所以前脸部分还是有传统的进气格杉 而到了车身侧面和车尾的部分 其实这台车都还非常有之前宋Plus DMI的影子 轮圈的部分是一个19英寸的轮圈 搭配的轮胎规格是235 50 29 是很标准的家用SUV的定位 然后截至目前为止 比亚迪王朝网的宋家族就有了非常关系静谧的三兄弟 分别是宋Pro DMI 宋Plus DMI 以及这台宋L DMI 什么 宋Plus DMI去海洋网了 它怎么去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那边不都是海洋动物和军舰吗 被划分过去了 那它还回来吗 太乱了 咱们还是看内饰吧 那么在内饰的部分很明显还是比亚迪传统的家族化设计风格 中间这块是15.6英寸的中控大屏可以旋转 然后在屏幕的后方这块饰板是一个一体式的设计 很明显的去提升了整个内饰的横向宽度 在驾驶员的正前方 无论是这块全力镜仪表还是抬头显示系统 色彩都非常的清晰 视觉效果相当的棒 然后在副驾驶前方 这里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橱窗的设计 在它的表面的这个盖板的内部 还有类似于氛围灯的点缀 只不过在白天它的视觉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而且当我去看向右侧的车外后视镜的时候 这里的反光也会非常的严重 但是夜晚它的点亮效果真的又很炫酷 所以对于这个细节设计我真的是又爱又恨 然后前排中央通道这个区域也是我们熟悉的功能按键的布局 保留了音量空调的开关和前方挡储物必要的物理按键 但是在后方这个水杯架的设计还是显得有点太小了 如果放置常规规格的水平或者是听装饮料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从咖啡店带一些大的cup 可能放在这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了 当然相比于储物空间 我更关心的还是这台送LDMI它的后排乘坐空间 毕竟是一个入门级中型SV的尺寸 然后我现在先将我的前排座椅调整到 合适的驾驶坐姿 OK 没问题 好 来到这台送LDMI它的后排 常规操作啊 先系上安全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台送LDMI它的轴距是来到2780毫米 以我1米71的身高为例 前排我已经调整到了我合适的驾驶坐姿 在后排我的腿部空间超过两拳 这个表现真的要比前两天我刚刚拍摄过的 奇瑞的瑞虎8L要表现的更好一些 而头部的空间刚好是一拳的余量 整个后排的座椅很明显 它的两侧部分的坐垫是有延长的 对于大腿内侧的支撑很到位 而且靠背的角度也很自然 有一个能够提供给我一个接近于半躺的坐姿吧 我觉得坐在这里我的坐姿状态是相当舒服的 而且整台车是一个纯前驱的架构 所以后排地板中央是一个接近于纯平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身体的感受上来讲 我觉得整台送L电脉 它的后排表现真的要比现在标准的紧缩型SV 或者是一些入门级的中型SV都要更好一些 这个表现我是相当满意的 接下来去看一下它的行李箱 电动门门打开 整个行李箱的装载空间从目测的角度真的不算很大 然后它的盖板可以有上下两档的调节 既可以保证和门槛这个部分是一个纯平的状态 也可以稍微扩大一点点它的装载空间的容积 所以这个表现我觉得对应于家庭的用车需求 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最后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送L电脉它所搭载的五代DM技术 那整台车在动力系统的架构方面 还是1.5升混动专用的内燃机 加上P1 P3布局的电机 以及刀片电池组成的一套插电混动系统 说实话截至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和搭载五代DM技术的BRD车型 有过亲密的接触 那但是从厂家的宣传资料当中 我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五代DM技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会让电动机去承担动力输出的主要角色 同时还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的提升 和两个重要的数据的下降 比如说电动机最大功率的提升 和内燃机热效率的提升 以及内燃机最大功率的降低 和整车亏电油耗的降低 其实之前秦LDMI 它能够实现一个超长的续航里程 也和那台车拥有一个很大的油箱 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而这台送LDMI 它的油箱容积应该是60升 而它的纯电续航里程 根据大小电池的不同 应该是112公里和160公里 我知道大家最期待的 其实是这台送LDMI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 以及它的亏电油耗 那么5代DM技术 它在亏电状态下 内燃机 何时去扮演增程器的角色 又何时介入到直驱工况 我觉得是影响整台车 它在亏电状态下的一个油耗表现的直接因素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之后 能够在一个长距离的试驾过程当中 跟大家去分享这台车 它的动态驾驶感受 以及亏电油耗和综合续航里程 如果你们和我一样期待的话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 以及你们有任何好的点子也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 我非常期待能够在之后的抢先试驾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这台送LDMI 它的动态驾驶感受和油耗数据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 尽在董车里 哎 且慢 在这次的活动上 厂家可是没有告诉我这台送LDMI的综合续航里程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慧眼如炬 都能够通过表显剩余里程 来推断出车辆的综合续航里程 现在这台试驾车 表显的剩余电量还有12% 表显的燃油剩余里程 还有448公里 那给大家留个作业啊 你们猜测这台送LDMI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能是多少